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集介绍的USJ4 都吸引到很多书邦仔的观众朋友 那不如再做多一集介绍 书邦仔都有70万人的人口 如果有一成的居民收睇 这一集的收视都几可观 哈哈,不好意思,讲吓笑而已 话说,书邦仔真是几大 它是我国第六大的城市 也都荣获马来西亚十大移居城市的排名 它有个外号叫做大学城 因为这里真的有很多私人的大学 有包括Dales, INTE, SAI, MONAGE 和Sunway大学等等 当然这里也拥有本地与国际的小学和中学 书邦仔的公众设施真是最讲究 这里有十间广场 五间浦华酒店 和两间私人医疗所 可惜这里的娱乐休闲中心就差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开过几间clubhouse 例如Lickville Club, Holiday Villa Club 和Valley Club都要收谱 讲到Valley Club 真是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记得,我在八十年底 从Damon Street Moodle搬过来SS19这里 第一个我加入的recreation club 就是他 加恩,我给他们四个网球场吸引到 我这一世日 在这里遇到最多自己的朋友 当然了,我们每日见面 一个星期打出七日网球 最兴幸的就是 我们的太太和女女都一起在这里成长 虽然Valley Club都执毁了 但是我这班朋友到今天 还是有联系的 我们熟络到几家人 时事一起去外国度假 一起吃喝活乐 遗憾的就是 有几个老友记都离世了 算了,我在苏邦寨都住了35年 而且住过SS19,USJ20和USJ3A 住了这里这么久 我当然对这里的饮食是很熟悉 苏邦寨真的很多东西吃 怪不得人家说 You can never get hungry in苏邦寨 这句话真是很有根据 因为苏邦寨真是一个美食天堂 无论是讲究的餐厅 咖啡店或是小饭 它真是有无穷的选择 最令我觉得安慰的就是 这里的零售价钱 是比八达几多下的 说到便宜 我一定要介绍一间 我认为是整个苏邦寨最便宜的咖啡店 试问你在雪隆州 哪里还可以吃到6元的炒鸡鸟 7元的鸡饭 和4元的雜饭等等 老实说 这里的美食和茶水 的而且确是便宜过一般的 说起来 这间个比店 真是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事关我刚刚搬来SS19 这里就已经有两个很抢眼的标志 一个就是历行华文小学 另外就是这间个比店 没错 这一集的介绍就是福兴茶餐室 大大话话 我都干顾了这间个比店有33年 认识了他们的老板 和这里所有美食的当主 无论是新或是旧 我对这里是很熟悉的 家人我以前是在这里拖时间 等我两个儿子放学 再他们回家 晚上我就和Denis假基 来吃宵夜兼喝啤酒 虽然现在我就搬出来SS19 但是我时常都回来光顾他们 苏邦寨有好几间可靠的个比店 福兴茶餐室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没分 先后 我们来试福兴茶餐室 最正的美食啦 我都有说过 要知道一间那边店有没有水平 首先就试下他们的咖啡 我不可以说他们的咖啡是最好喝 但是我可以肯定 他们的集饭是相当不错的 这两位厨师李先生和吴先生 在这里都经营了33年 这位李师傅是很努力 晚上都做了大炒 他们每日都提供超过50样菜 星期日就休息 我一般吃炸饭只是吃菜 没有吃饭 今天我就叫炸鸡 和外面炸饭当很难吃得到的 猪脚酸 这个猪脚酸真是很惹味 够酸又够甜 没得顶 我真是服了这档烧热饭 吃完鸡肉和猪肉 起了这么多次 他们没有一次有起价 怪不得他们的生意是这么好 一到两点就肯定埋下 这位来自stia1的当主廖先生 真是很努力 每日凌晨3点半就开始 做烧鸟 他一个员工都没有请 我有点好奇 为什么他们的烧鸟 特别就是叉烧会这么好吃 原来他以前是跟GL最出名的 名记叉烧打工的 廖太太是负责斩料 每次都斩大大够给我 今天我吃过这个烧鸟饭 和我每次吃过都是一样那么正 一流 相信你们都记得大约一年前 我在我八达鸟百当最正的客家面 都有采访过他 人家问我到底客家面 和角落面是有什么分别 除了料的方面 基本上他们是一样的 最低限度 这两个口味都是客家人研发的 这位来自盆东的当主Tony 在这里都经营了五年 以前他是和人合作做西餐 但是觉得一个人做客家面 是方便点 到这个客家面是出名大碟 不是开玩笑 我每次叫他的客家面 是讲到明要三分之一面的 这个客家面真是好吃 料都被捉 人家说最好吃的煮水云吞面 是来自香港 但是讲到吃干拌云吞面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了 不过你没搞错 不是每一档都那么好吃 事关一般都是用黑市友来拌 不像得这档云吞面 这位档主李贤 是大丑档主李师傅的太太 时间过得真是快 三十年前我认识他的事 他只是一个小女孩 现在他的儿子都二十六岁了 在这几十年 他的鸑吞面一日比一日进步 加恩他的老公有协助他 这个鸑吞面肯定好吃过一般的 我礼拜六过来采访这档炒鸡鸟 他们就休息 今天我一定要来介绍他们 事关他们是 S19最好吃的炒鸡鸟 我也有说过 炒鸡鸟是一个很容易做的美食 但是也是最难做得成功的美食 这位档主阿妹 只是在这里经营所六年 但是二十五年前 他就在这里卖羊豆腐 他的炒鸡鸟 是整个书邦寨最便宜的了 只是六元 而且炒到大大碟给你 我此知你吃 都是说明要三分之一份 这个炒鸡鸟 真是越吃越好吃 获气一流 在正他们的旁边 就是这栋刚刚开了三个礼拜的美国银 这位来自槟城鸟鸟东的当主罢了 原本是个大酒店的Burgesing Officer 可惜这个疫情 令到他失业 你没想着他没有经验 其实他是来自一个很出名的饮食家族 你知道吗 Burlodikus最出名的阿宝 都是他的舅舅 我本来是想吃肉 反而艾蝶米狗鸟 家人看见他们的米狗鸟 是有落生菜 觉得健康点 吃过这个味道 觉得还好 价钱是便宜过阿波罗的Banggoklin 只是七元 好抵食 来到这档奔城猪肉粉 不说你不知道 其实这位来自Star1的当主周先生 不是提供奔城猪肉粉 他只是用以前流下来的招牌 话说以前的当主都挺有进取心 一口就做猪肉粉 晚上就埋锁 现在就改行 这位当主说他的秘方 是完全和以前的无关 一切都是他在家乡上 我看见他用这么长的时间 来炮制猪肉粉 应该会令到这汤滑些 而且都会鲜甜些 这碗猪肉粉都算合格 没有吃到味精的感觉 来到这档牛肉粉 你可能会记得一年前 在我八大令八当最正的牛肉粉 都有介绍过他 当然要推荐这档 个B店最正的美食 又怎样可以少得他们呢 这位来自台中的当主洪先生 在马来西亚 在这里都经营了十几年 以前他在德国做饮食 都有三十年 你知道吗 他是很喜欢吃台北红烧牛肉面 在马来西亚吃不到他 就买些包装的红烧牛肉面 顶着人 自从我发现到这块牛肉粉 一天都干了 这个牛肉粉 真是可以比得上台湾那些 牛肉料好新鲜 汤好鲜甜 没得顶 在正羊豆腐的边栏 就是这档羊豆腐 这档羊豆腐不像阿波罗那档 他们的羊料是自己做的 这位来自安信的当主 兼我的同乡Zenie Lee说 他们的秘方 都是和安信以前南益龙茶室的羊豆腐派施的 想不到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咖啡店吃到安顺的味道 羊豆腐好不好吃 一放入口就知道 如果他不是用黄尾鱼 或是西刀鱼做 一下就吃得出了 我当然吃到这个羊豆腐 是很有品质 没有省工减料 很好吃 来到这档咖喱面 其实我每次吃这档咖喱面 都是这位Auntie招呼我 他的记性真是好 连我要吃的料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惜他就有点害羞 不要伤害 那我就拉他的老公阿威来做采访 其实这两夫妇在这里 都经营了15年 这个位真是好 以前在这里摆档的咖喱面 都成功到去自己的茶室 这档咖喱面 是整个白鸽最便宜的一档 虽然他的价钱是7元一碗 但是是落足料 真是好抵食 不妨你试一下 我做美食介绍都超过两年 但是都未曾采访过 只是开张了两天的档口 不过凡事都是有第一次的 事关说是来采访这间个宾店 每一个档口 那便过例 采访这档泰式炉猪手饭 这位来自阿余大亚的档主阿燕 四年前就加里马来西亚 他的老公鼓励他出来摆档 因为他是很厉害煮泰式料理 其实这个美食都是潮州人 上个世纪全国去泰国的 惨得过我好喜欢这道菜 他有肥肉 鲁蛋和咸菜 吃得很过瘾 吃得很过瘾 我们来到福兴茶餐室 最后的介绍 他不是一档美食 而是一个饼 这位来自新生的档主林先生 在这里都经营了十四年 这里你所见的产品 咸不咸都是过马 以前他也有卖新闻纸 可惜现在除了老人 都没有人读报纸了 我好欣赏林先生的交易道德 他说因为这里是做开放的生意 一般他都没有乱开架的 赚一点就够了 我好喜欢和他买东西 一般外面买不到的饼 这里都买得到的 特别就是这个 暗邦香饼